在一般印象中 被车子压到脚轻则骨则重则血肉模糊 但实际上一般才只有皮肉伤 而且不咋疼 并且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严重 在期刊《国际法医学》杂志上面 有篇论文的 《汽车碾压人脚》的实验研究上面提到 这德国人真的会研究 他们研究是从一些 57到90岁人的尸体上面 截了这个十几只脚 然后套上各种鞋子 在有1.35吨的大众帕萨特轿车 以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这么压过脚面 经过解剖和X光发现 除了脚面裸露的皮肤有破裂之外 其余的软组织没有什么异常 骨头也没有受损 也就是说被普通轿车慢慢压过脚 它并不会骨折或者是血肉模糊 一般只是个皮外伤 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可能好奇了 一吨多的车子压了都没事 那脚上到底压了多少重量 振兴轮胎官网 我们去看了一下它有个介绍的 这轮胎与路面接触的面积 大概就我们一个手掌的这么大小 那如果说手掌按照中码算 这面积大概是200平方厘米 那么实验的这个车子1.35吨 那么车轮对地面的压力 大概是1.69千克每平方厘米 那如果脚按照四十码来算 脚背面积大概是125平方厘米 这数学题是不是听着有点晕了 那反正就这样 这车轮压到脚的那个时候 脚上面承受了大概211千克的重量 大致相当于同时被两个211斤的人 你这么踩了一下脚 那当然了 这是比较粗烈的估计 就参考有个概念 你较真起来什么轮胎压强的变化 车身倾斜程度等等等等 各种条件我们就没算 反正有个数据好 那这个时候 有些朋友还是有可能会担心 脚是没什么大事 但是毕竟被重物这么压过了 那会不会很疼 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7刊《解放军护理》杂志论文 《长海痛痴》在疼痛评估中的应用上面提到的 这个《长海痛痴》呢 它是用0到10这么一个刻度 分出来6个疼痛等级 分数越高呢就是越痛 你比如说0呢是无痛 2呢是轻度疼痛 能够忍受 能够正常的生活睡眠等等 那么参考7刊中外医学研究的论文 《长海痛痴》在骨折术后疼痛管理中的应用体会上面说 它是这么讲的 235个骨折患者当中 59%的患者觉得是4级中度疼痛 但车轮压脚一般不会骨折 那疼痛等级显然是更低的 所以说车轮压脚呢大概是2级轻度疼痛这么一个程度 那虽然不咋疼的还是疼 而且也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万一有什么小骨粒什么的 不同的角度压的这个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每个人脚形状还不一样的 是吧 检查一下比较好 那至于后遗症那都不用太担心 浙江电视台今年10月26号的节目中 他报道一个某一个朋友 他被网约车压过了半个脚 这个鞋子裂掉了 脚肿了不能行走 那之后经过检查呢 受伤不是那么严重 回家静阳几天就能恢复了 你就好像头啪磕一下 不是会磕出一个包来的吗 对不对 差不多 那脚被压掉总上几天 但是呢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事 几天就恢复了 不过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被轿车以比较慢的速度 这么压到脚的情况 你万一换成什么大车 卡车你比如说是不是 公交车那就危险了 那我住的这个行中呢 比较常见的那个比亚迪K9公交车 举个例子 整车质量12.7吨 6个车轮 每个车轮乘重2.1吨 而且这还没算什么 上面那么多司机和乘客的重量 可想而知这个刮一下是 真血流模糊了 但是被压脚还不是最可怕的 万一压脚之后 人被车子带倒了 卷到车子里面去了 这个就是比较可怕了 搞了不好有可能就 是吧 湖北电视台2015年 1月12号有一个节目 他报道过 某公交车近站的时候 还没停稳 乘客们就挤在这个车门周围 这个时候有个人摔倒在地上 被卷到车轮下面了 还好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听起来也是 心里头心紧 所以说平时上下公交车就不要急 哪怕错一趟车就错一趟车 也不要追着车边跑 或者说你走路骑车的时候 也离这个大车远一点 大车怕的不是压我们一下 是压了之后被带进去了 这个就更可怕 所以总的来讲 普通汽车慢慢开 压到脚 不会骨折或者血肉模糊的 我的脚没有了 不会 皮肉伤 轻度疼痛 医院好好检查 基本上过两天也就好了 大车 你就别想着我压到了 要不要紧离它远一点保持安全才要紧 碰到都不会有什么小事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